我刚刚一直聊到 就陈忠这几波的操作 我最后再补问兵哥一个部分 因为这个民调里面也有特别做到 他特别问就是关于这个免治马桶的事件 问了之后呢 他说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改变 您对陈时中的印象 那我其实把里面就是 本来就印象好的 所以没改变 然后还有认为形象变好的 0.3% 加本来就印象好 所以没有特别改变 加起来大概31% 那所以我在讲说 那对陈忠来讲呢 即便这个东西大家骂翻了 说是翻车现场等等的什么样 但是他还是有31%的人 认为说还好啊没差没有影响 可是他的基本盘是35%吧 所以呢 是不是还是基本盘有松动有流失啊 其实我这么说吧 绿营在台北的基本盘 理论上来讲应该有三成五以上 可是问题是 姚文志当年也演给你看过不到18% 也是演给你看过 所以基本盘在那个地方是没错 可是一旦候选人本身 是在炒爆到一个无极限的时候 基本盘是会崩盘的 谁告诉你不会了 国民党也出现过好几次 这种例子吗 你看初立伦当年选大选的时候 难道国民党的日度 真的低成那个样子吗 真的只有三百多万票吗 可是不是啊 就是因为候选人当时 整个形象不好 整个民进党给 国民党给人家的氛围太糟 所以就整个崩盘掉了 所以陈时中为什么现在 你知道民进党一开始 本来是想打说 把那个 讲完边缘话 然后把黄珊珊拉起来 让黄珊珊去抢 讲完的票 现在他们发觉危机重重 为什么 现在变成陈时中要被边缘化 你看虽然说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民调 还显示说陈时中 好像甚至第一还第二 可是说真的啦 网络民调大家信不信 就自己去看 可是你会发觉 黄珊珊其实没有像 民进党一开始评估的这么弱 也就是不管你从任何民调来看 他跟陈时中其实都差距不太远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民进党发掘自己的危机到了 因为年轻人的票 几乎都被黄珊珊抢走 那年轻人的票本来才是民进党的最骨干的票 因为始终的 我们不要讲蓝绿始终 那个是本来就会投 不管怎么样都会投的 可是年轻人是浮动决定选举胜负的地方 可是现在这块都跑到黄珊珊那边了 对 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超级大危机 所以现在蔡英文是亲自出来救火 可是能救得了吗 以蔡英文这种 因为蔡英文给人家的感觉太不接近人群了 那年轻人希望喜欢的 是那种有亲和力的 能够让你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人 那蔡英文恐怕在剩下这一个多月 是表现出来陈时中更不可能 陈时中我给他一个中顾 说真的虽然你这样演下去 其实我喜欢看戏 可是问题是 为了你我就讲一句良心话 你如果再cosplay下去 我觉得你真的会挑战姚文字极限 突破了姚文字极限 那可是刚刚宾哥有特别提到了 就是要找一个有亲和的 然后是不是年轻喜欢这个口味 这一位嘛 那3Q哥陈柏惟呢 为什么我又把他扯出来 主要是因为黄珊珊呢 他在月初提出了首都三大愿景 还有七大计划 在西区门户计划2.0要提到让河岸再生 那他说让台北早期发展的河岸能够 又从老地貌找到了新思维 让台北成为像法国巴黎15分钟城市 好结果呢 陈柏惟就出来了 他就说 巴黎跟台北有一个不一样地方 就是地理位置 他说要发展的这个河岸策略 其实在巴黎是没有的 他是在海边 在海边嘛 我们地图都要出来了 在这边啊 离海边 还有那个 一来巴黎有塞纳河 二来呢 巴黎 塞纳河流经距离最近的海岸 将近200公里巴黎没有在海边 所以你知道巴黎人多喜欢 你知道去马赛去哪里 对不对 就是因为没有海啊 那我光看到这个 真的快笑死了耶 3Q哥 没有知识要有常识 没有常识要常看电视 他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啊 他现在不是立委了嘛 他是主持人啊 然后呢 还加入了一个政党叫麻将最大胆 对对对对对 对那你就知道3Q哥可能没有没有空 看这些有的没的 哎一般民众 连看那个电视广告 有没有 有咖啡广告说啊 就在漫步巴黎塞纳河边 有没有 对对 我广告时我都记得 那他会不记得 我这个我看到这一段 其实前提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傻眼 哎你已经当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了 你对你的言论要有一个社会教育的意义 就像千惠嘛 你要讲任何评论之前 你至少要先确认一下这个来源出处在哪里 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内容 那我想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看NCC应该有接到检举吧 不知道 听说三立明年要换照 哎那我想哦 这样子这个是公然造谣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就是谣言嘛 那这个巴黎在海边 我想3Q可能你也在海边 他要呼咙谁啊 讲出这么重的 没有攻击 我讲抹黑这件事情哦 是不需要证据的 他要打黄珊珊 对 没有东西打 他讲一套逻辑 我告诉你会有很多 对你看 黄珊珊连巴黎 在不在海边都不知道 相信人很多啊 就像等一下 我们讲到那个巴德运动中心的事情 林静怡跟3Q哥是这个 情同姐弟有没有 对对 那林静怡说 救国团运动 那个救国团要负最大责任 这一篇有这个五六千人帮他按赞啊 是不是 结果呢 鉴定报告初步出来 是营造公司的问题啊 你看嘛 林静怡立委啊 他比这个节目主持人更有这个公义的身份 他是领国家的薪水 他还有民进党发言人 执政党发言人的身份 都可以公然公然的去抹黑一个团体 公然去带风向 公然造谣 那他这个我觉得 所以胡说八道一通也没关系 三Q哥也不过就是同一个套路啦 他们就是攻击对手 不在乎这个内容 哎呦这个 这样的东西太多了 那个余将军 还记得吗 这个什么 命中率70% 我打三八变210 有没有 超过100分 这样的内容太多了 这个叫庆祝难输 所以我会呼吁有这个三Q哥 既然你转行主持节目 增加一点点的尝试 多看一下中天 也许会有更多的国际尝试 我是想帮他 本来想帮他 圆一下 怎么圆 老师 因为我在德州读书 德州有一个城市叫巴里斯 但是 但是他也不是在海边 也是在德州的东北 不是在海边 我想办法帮他圆 他可能是去那个金巴黎 圆不过来 高雄有个金巴黎 金巴黎是什么舞厅吗 有一个巴里斯是靠海边的 特罗伊的那个王子 海伦的那个 好了不过呢 因为刚刚杨明就直接 Cue出说林静宜嘛 的确啦 林静宜呢 他在脸书上立刻就po说 政治操作和恶意误导 最常利用的就是这个 调查的时间 他觉得要有厘清的是 那当然什么 整栋五楼目前只有第五楼羽球场 清钢架崩毁 第二点 三楼和五楼都有整修工程 三楼无损 第三点 整栋营域OT给救国团 依合约 营运商可以自行对营运定点 提供增设服务和设施改善 至于主义目前还在调查中 所以这显然而易见嘛 他还是想要甩锅给救国团 不过呢 在今天我们看到应该是昨天啦 昨天郑文燦呢 直接也就认了 这个初步呢 离清市这个包商 锐柱营造是祸首 可是锐柱营造一样有发声明 说自从2018年取得这工程以来呢 都是他们自己说啦 以严谨的施工管理和品质完成施作 而且呢在2021年年初竣工 后续通过了验收 重点在这边通过验收点交流程 以交付给业主台湾市政府 营运使用至今 同时呢 他提到了是登香家庄工程的部分 是由运动中心营运团队 另行发包成蓝 并非由锐柱营造施作 以亦非元气约保固的范围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事情呢 是另外一个包商 另外一个包商 所以他说本公司施作的项目 与有心人士所指称的刚整修好 一天就倒塌 并非同属一个事件 在这边先问问杨明 桃源人 我觉得这个大家推来推去 推责任哦 对 那个倒霉的就是我们巴德人嘛 瑞柱营造你好意思发这样的声明 是啊 这个简单讲 救国团有做这个登香师作 也确实不是你这个瑞柱营造 对 那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这个登香的这个工程 因为你一开始设计的灯光有问题 对 你知道从去年十月一开馆 网路上都找到一堆民众去说 你们的光哦 炫光会导致我们打雨球 看不到球 所以救国团还没有花市府的钱 他们就自己把自己营运的费用 自己花了188万说 我们要来改善 因为他这个登香会嵌承到这个 他们这个登香 有一些是要往上面去 去做一些工程的 要跟这个天花板是否有联动 我觉得这个要调查 可是呢 从这个市府的结构 不要忘记 是市府土木工程技师去鉴定的 对 就已经说是你本身 天花板的强度就不足了 你营造公司还可以在那边 好像带风向说 是另外一个 另外的这个包商处理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只能说台湾的建商 这个水真的很深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案子 瑞助营造 你没有任何可以推脱的理由 更何况这个工程 都还在所谓保固期内 可是不要忘记 我跟你讲 桃园的公共工程 会有几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桃园市 我们先不要讲巴德 另外有一个 那个桃园区的 这个运动中心 他们的游泳池 因为坏了嘛 结果呢 他的这个包商 原始包商在这个验收完 这个拿到款项之后 宣布倒闭 所以就没有原始包商了 结果一游泳池一坏 没有人要帮忙修 到现在500多天的修不好 花了又是一个 你知道又是一个 花了几亿的工程 结果游泳池不能用 这是不是离谱 这离谱到了几点 那你到这个案子 你就知道 包商就在摆烂 他们就会说 因为你们有施工 这个不是我们施工的 这不是我们施作的 责任归属 我要先厘清再来谈 即便他在保固期 他都会跟你玩 这个这些打算这样子 就打算跟你套到底 那老实说 我觉得桃园市政府 从这个包商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 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有打官司 就是市府把责任 要包商处理 包商帮你复原之后 他跟你说 钱你要给我 这不是我们这个保固的范围 因为你们已经施工 很明显他们想要玩这个把戏 我没有要免费帮你施作 所以这个我觉得 桃园市政府 这个郑文参市长 要自己想办法 这个后续你得要去解决 这些工程全部都是你任内 发包施工 然后到验收 没有所谓的国民党执政了 你没有办法推给钱朝 所以这些工程 桃园市政府 现在的郑文参市长 都得好好处理 所以老师你看 桃园市府推给包商 然后这个包商 推给另外一个包商 然后呢 这个民党的民旦呢 又好像还是要隐约甩锅给旧国团 那因为当然这件事情很伤 我们看到网络温度计所 做的这个调查 负面声量对郑文参来讲的 第二高点 真的就是9月 这一场的这个地震事件 那一共8619笔 那同一天正面网络声量 是2600多笔 其实差距很大 而且你看到这些都是关键字 豆腐杀工程郑文参 天花板巴德运动中心 但我要说的是 今天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今天在不管是 Google搜寻 或者是一些各大媒体 平面媒体的APP 或者是Line Today这些 你几乎看不到 桃园运动中心的新闻 除非你刻意去搜 否则它不会跳出来的 那大家就开始在讲说 这个桃园市政府 郑文参这边 已经在控管了 已经在管制了 老师怎么看 我先讲这个瑞的这个建设 我觉得它敢这么嚣张 他一定觉得你政府官员有拿过我的钱 所以你在逼我怎么样 到时候就是一起 一起就是把你暴露出来 鱼石网破 对对对 我认为不然他不会这么嚣张 如果是一个自己 就是说应该是要去承担责任 那可是因为他今天敢这么做 我觉得大概就是因为 以后中间一定 还是有一些上下棋手的问题 那你说现在这个网路的操作 我觉得现在不要讲说台湾 我自己研究美国政治 我就是变成政党极化之后 网路各看各的东西 但是美国至少 就是说你川普的支持者 川普喜欢的那些人 他们有他们的网看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就不一样 就是说有一些对政府不利的 他们就会被 就会被拆掉 就是有一些这个叫什么 关键制 就会让你扫掉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 以后要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搞一个数位发展部 结果还没搞出来之前 我们现在已经朝这个方向 我都不知道未来会什么 因为数位发展部 是一个非常关键国家安全 很敏感的 按照美国这样的一个 如果说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所有要进去的人 要做身家调查的 就是要看看你 譬如说最简单 进去的人 台湾最喜欢仇宗 那你多少 有没有三等星在中国做生意 有没有什么这些都要去查 然后我要去看你所有言论 忽然发现你是常常喜欢乱写东西的 这种我就不敢给你进这种数位发展部 因为这个涉及很多的机密的东西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政府还把这个当儿戏 那最后我觉得我们设这个数位发展部 结果到最后反而是害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因为你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今天只晓得做政治表态 政治效忠 对不起 政治发展部 数位发展部的人 用讲起来就是叫 看不出来的 不晓得是谁的 这种才叫 数位发展部的人 应该是这种非常低调 看不到 不认得他的 没有什么表情的 这种人才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那你今天民进党选择的是喜欢表态的 喜欢言论辛辣的 根本就不适合这个 我觉得现在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好那老师说到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出来说 在今天我们在很多新闻平台上头 其实你没有刻意去收 其实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桃园运动中心 天花板坍塌的新闻了 没有这个后续了 感觉真的是有被控管 那你说有没有压新闻呢 可是看到其实这个引起大家讨论的 就是强政过后 台湾哪县市最安全 而且这个引用的还是经济部地调所调查的资料 本岛十九县市呢 只有桃园没有发现活动断层 1972年到2018年间 镇央在桃园 而且规模超过四的地震 只有两起 而且这两起都还是在同一天 所以没有桃园没断层 好那网友开始在想说 所以这个 所以设计不需要这么安全了 老师是这样解读 他的意思是这个啦 好那网友是说那没有断层 为什么呢 因为断层都在公共工程的品质上 宾哥 所以你越是不容易地震的地方 你出这种包不是越让人家笑话 你就觉得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阳明国际啦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好拗的 但是呢 刚刚你们讲说是民进党压新闻 我跟你讲其实不是 不是压新闻 现在媒体都很自律啊 自我管控 绿色的绿 因为他们你想想看嘛 你要站在这些媒体同一的立场想啊 他们平常新闻就一股劲的 在帮民进党讲好话 在帮民进党涂脂抹粉 那这个时候民进党自己出糗了 他去骂民进党 你觉得他有办法自圆其说吗 没办法嘛 所以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干脆不要爆 嗯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点到为止就算了嘛 就当作他没发生过 这样他自己也避免尴尬 那他的受众 也比较不喜欢看这种东西嘛 他的受众 我跟你讲 你要知道那些极端的这些受众 如果三立民事他去报这种新闻 篇幅报的太多 他们会被他的受众狡的哦 哦我们刚刚讲到说 今天其实要看这个桃园这个 巴德运动中心的相关新闻哦 你没有特别去搜 其实已经不会主动跳到你眼前 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媒体监督 可是兵哥是讲说现在媒体自律 然后杨林说是绿色的绿 是啊 因为你看四十百岁眼前 你们中天现在就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就在这 那TBS最近也开始啊 他也要赶快自律啊 不然的话他就危险啊 他就算今年因为有选举不敢动手 谁敢保证明年不会出事 谁也不敢保证啊 所以台湾已经陷入了这样的一个 绿色恐怖的状况下 你是媒体你也不敢随便乱讲话啊 那当然党不喜欢的东西就最好是消失不存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党很有恃无恐 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现在唯一不能掌控的就是网络 所以他才要有数位发展部啊 才能够真的进一步去掌控啊 我跟你讲现在因为数位发展部 还有数位中介服务法没有通过 所以蔡英文才要封城普务法去花莲 去跟政研去喇勒一下 那我补问一下有用吗 这样喇勒有用吗 我跟你讲不管怎么样 第一个表现说 哎其实我是很关心花东的 那 关心花东隔了四天才来 而且偏偏今天921 你选择看日子嘛 我跟你讲其实 这个是很简单的操作嘛 因为说真的啦 花东绝大多数人每天也在忙着自己 在生活要上班要工作 谁去注意那个时间日期啊 民党最会的就是时间前行公事啊 他把你时间中间把它cut掉 把两个接在一起就好了 你知道就直接从动就穿越过完了 这很简单 那四天就消失不见了 这是民党最厉害的一招啊 你看今天不是他们在围攻高宏安什么 说你道歉只点个头连鞠躬都没有 你算道歉吗 那我问你蔡英文为了 这个花东这个 他灾害应变中心的事情 他道歉两次啊 第一次是写脸书 第二次是直接跟那个花东的人 他在那边演讲的时候讲 接见紧销 对接见嘛 接见紧销讲一下而已啊 也没鞠躬 他请问一下他鞠躬还是土下座了 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这些人都没去叫蔡英文出来盗窃 没有啊都没有啊 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操作方式嘛 因为他的目的就只要凸显别人的错处 那自己的错处就赶快把它隐藏掉 我不让你看到就好了嘛 我想等到数位发展部正式上路了 一切都运作顺利了 数位中介法也运作顺利之后 蔡英文以后就不用去花东了 因为干嘛道歉 根本不需要啊 因为所有对党不利的东西就自动消失 你也看不见了 然后台湾就一片祥和了 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回 活在那个元宇宙当中 你永远幸福快乐 好那可是我们看到呢 讲到这个桃园的部分 那当然还是大家就是开讲说 那现在的选情如何 那毕竟要选的不是郑文燦嘛 是郑运鹏 好那郑运鹏呢 现在就蓝营在打他的是这个东西 他把这个寒洞的政绩 据为己有 那主要是张善顿团队呢 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指控郑运鹏说 把前立委陈根德推动完工的 国道一号七个寒洞的改善工程 票窃成自己政绩来骗票 那同样是参选人郑保卿也批 这就是政治嫖客 那郑运鹏呢 当然就是没有明确的答复 他只说大家是不是要认为 是非他不可的功劳 相信市民心里有一把尺 不过呢他还是有回应说 他过去和陈根德 有两次的选举经验 他大概是念念不忘 虽然带着情绪讲话没有必要 但陈根德要怎么说他 他都尊重还打他一枪 说愿意承受落选情绪 好但不管怎么讲啦 其实郑运鹏他就是收割 那当郑运鹏在抢着收割的时候呢 张善政今天终于出来讲了 但他好像还是在纠结 保密条款不能说 那张善政今天当然他讲了 一个最有利的一句话 就是他绝无一块钱进到自己口袋 他说他不是要故意遮遮掩掩 就是因为农委会 他也发函农委会 是不是要公开所有的文件 以及经费预算 那目前能公开的研究成果 只有一部分 所以必须要等农委会 等农委会公开所有资料 他就会对外清楚 呈现所有的研究内容 那问题是 还在纠结这一块是不是 这个杨明 我觉得他这场记者会 让人觉得有点傻眼 尤其是对照这个高宏安 对你看高宏安 在杂志周刊 周刊是早上七点新闻上线 他十点开记者会 三个小时危机处理 而且他一早就等在那边了 因为他前一天就接到 这个查证的电话了 那张三正8月30号 周刊新闻出来 到9月21号开记者会 三个礼拜 这个叫高下立派 但是张三正之前有没有回应 有回应 其实今天讲的 几乎他都回应了 几乎都讲过了 那今天我不懂 他开这个记者会用意什么 我不懂啊 如果今天你有 比如说他讲到 他强调他那个一毛钱都没有 你还要农委会公布 农委会会把 对你有利的证据公布吗 你怎么不把 如果之前合约 你说这个都不能公开了 合约都公开了 好 你当然就要找自己的想办法 想你办法 把以前的研究团队 把这个资料达出来 自己公布当初的 这个预算的 这个分配的内容啦 你就要公布 什么方式 你就要把它公布说 你看我一毛钱都没有 你还在那边等农委会 农委会9月30号 你那个书面说明发过去 接下来10月份 他就要把你认定抄袭 认定违约 他还会帮你啊 所以我有时候我看不懂 你知道这是 政治攻防不是看是非 政治攻防是看你处理的态度 所以高宏安 昨天你看 他这个记者会开完 后面即使周刊 他还有一些陆续的零星的攻击 网路上的风向不打抄袭啊 改打什么的 学历歧视 改打这个什么态度 金浩曼 对 改打态度嘛 对 那那那我讲 那就是主菜没了 只剩打花絮嘛 对 张胜胜主菜打了三个礼拜啊 到今天还在打啊 那你今天开完记者会 绿营就不会打你吗 继续打 继续打 所以我要讲 我当然张胜胜命好 我说命好就是说 在即便他没有得分 但是对手一直失分 这个连一个地震 正央外国人会以为大桃源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某种程度 你不得不敢配 张善政这个佛系的打法 确实得到老天爷的眷顾 但是 但是对 那他能够一直倚靠这个东西吗 然后撑到投票日 对 但是我说这个民进党的攻击 在这种所谓的政治攻击 你没有 你不应该用这个态度的 你应该更强硬的 比如说 你提告了 你也提告了 我们都知道你提告了 那你今天找律师去讲的意义是什么 对 你也提告了 还是你要再加告 还有谁要被告 你要把他讲出来 然后这个相关的 我觉得今天记者会 其实我是有看的 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长度 那他里面有一段 我觉得他是稍微 稍微让我觉得好 比如说他里面有一段是说 他们自己先QA 就是比如说什么 这个跟论文抄袭有什么不同 自问自答 对 其实我不太懂安排这个桥段要干嘛 你就让记者问就好了 可是他们安排了这个 他说张生说 本来这一段是幕僚自己要幕僚讲 他说他坚持要自己讲 我说好这个是对的 因为你不要让别人 这是你自己的计划 你要自己讲 对 可是我不懂安排这个桥段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就你知道网路时代 懒人包很重要 你就用梗图嘛 人家对手都是梗图 把你这个什么A了什么5000多万 已经做好在那边 已经散布了三个月了 三个礼拜了 然后你现在是有一点 我觉得就用 你要展现出怒目金刚 如果佛系你要叫怒目金刚 佛也发火 张生说现在没有发火 高宏安 蒋万安 都有所谓的怒 都有怒 而且他们的回应是非常强硬的 张生到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没有看出 他那种所谓的霸气外露 还是一个 也许是他个性的关系 但我觉得在政治工坊里面 不是你死就我活 今天你 不是郑运鹏 郑运鹏不会在这个议题上面 跟你纠缠 为什么 他的仇恨值现在很高 他要降低 他不会在这个议题上面对付你 他们会让大量的侧翼去打你 会让大量的这些媒体 这些朋友什么名嘴 去对付你 就郑运鹏根本不必自己出嘛 没错 所以现在你知道最大的最重要的 当你看到高宏安昨天 那个真的是一条龙 真的 这个网路出来 名嘴配合 侧翼开始攻击 可是呢 到了下午 没有人在打抄袭 开始打这个态度的时候 你就知道抄袭案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 那你 你张生有没有得到一点教训 你的这个农委会的案子 打了三个礼拜 还在打 还在讲你 五千七百万 还在发黑函 对 那难道你都没有想到说 你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态度 换一个模式来 都应对呢 我觉得这个是 他的团队应该要思考 对 这套主菜 这套主菜打了三个礼拜 结果我们看到在今天 好不容易出来开记者会了 招善政带了一包空心菜 他当场示范呢 说这个他当时的研究案 这个查询系统 就是宏基规划的 是祖父门最在意的产地到餐桌 宏基有相当的贡献 所以当场示范刷二维码 查询产销履历在这边 那我在这边 可是今天这场记者会 重点是 你这个抄袭怡云 到底说清楚了吗 老师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 你跟民进党打交道 这个农委会 非常政治化的 你不能当普通的 这个还是按照 过去的像马英九一样 这个循规蹈矩 没有没办法 流氓政府要用流氓方式 我真的是觉得这样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张善政根本应该就跟农委会 喊话 说你不公布预算什么细节 我给你到9月30号 之后我会公布 我来公布 你不公布我来公布 因为已经和选举有关了 我觉得这样可以 我给你时间 但是我有一个期限 我觉得这个要说得很清楚 第三个我觉得张善政真的是讲话 要有点应该是需要像高宏安一样 就是把这些不实的东西 要讲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民进党开始打这个时候 大家一看都看的是学术界的论文 就后来变成说是政策的了 就是这个政府的计划 然后他们说 那你打那个林志坚也是政府计划 对不起 林志坚那个又不一样 他根本没有参与那个计划 然后他是硕士论文去抄 跟原来这个计划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觉得他要把这些都要分清楚 那现在民进党就是打混账 就是把不同的 结果你去打到高宏安的时候 你打这个学术论文的时候 哇 人家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他的论文拿出来 结果大家现在回头去问 那你蔡英文的论文在哪里 又来又来 就并不是好处 所以我一直对民进党有一些搞不懂的 或许他真的是没有排打 因为他每次打人家东西 其实都会伤到他自己 回力标都会回来 但他敢打 他不怕他就敢打 即便有回力标 即便有回力标他也打 那像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这不是我的强项 我最好少说两句 他们不会 他们照讲 所以这就当政治 把脸皮搞厚的好处 就是当你自己觉得你有弱点的时候 你都敢讲 就在这个方面是你最 是你的阿基里事件 你也敢讲 这就是大概是民进党目前的情况 那我觉得张善政这种佛系 对不起 跟流氓政府 你还是要像流氓一样的 对因为真的是民进党现在什么都敢打 什么都乱打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今天好不容易开记者会的张善政 他还是在纠结在什么保密条款 还在那边保不保密 解不解密上面打转 那黄金时机不都错失了 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拖很久了 都是拖很久了 那你还讲他干嘛 你就不要讲了吧 有什么好讲 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好说了 你就拖过了就算了啦 就是因为反正事情已经淡化了 对 那台湾每天有一些 阿萨布鲁的新闻一大堆 你就担心 我想张善政应该要自己创造话题 而不是老是去回应人家的话题 这是完全错误的方式 而且拜托一下 我们的张院长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秀才遇到兵友里讲不清 没听过吗 你跟一个地皮流氓讲 到底是干什么 有什么意义啦 现在 那郑运鹏你看 他现在就跟你耍无赖嘛 我就是个泼皮流氓 你不知道怎么样吧 那你去跟他讲那么多道理 你以为他就会理你吗 根本不会的啦 民进党现在就是 因为没招就开始出见招 就这样子 我管你的 我就跟你比看谁脸皮厚啊 那你要去跟他比脸皮厚 你不可能嘛 所以张院长 你要去创造自己的话题 要去创造 不要只是例行发新闻稿 而是要自己想办法创造话题 让记者想要主动来采访你 然后不要去 人家打一招你就回一招 不要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你看民进党现在已经下流到什么地步 赵宜翔 虽然我以前常骂他口译哥 可是至少回来的时候 刚刚在节目上遇到对人还客客气气 就今天高宏安这个事件 你知道他做了一个多低能的事吗 什么事 他说他自费 去下载了高宏安的论文之后 然后把他投入一大堆各种软体 结果他说这篇烂文章 我以为说原来赵宜翔是这方面的专家 结果不是 你知道他烂文章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把他投入软体之后 那个软体告诉他这篇一万多 那个不知道十几万字 还一万多字的文章里头 里头有237个文法错误 文法错误 所以这是一篇烂文章高中生都不如 第一个啦 我拜托照一讲 你去找个高中生来写一篇这个东西 来给我看看 你去找出来 我看台湾哪一个高中生这么厉害 第二个 你是 他会这样做表示什么 你知道吗 表示匡论文他看不懂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看不 不是他领域的 对根本不是他领域 他看不懂 他没有办法去讲他文章内部的东西 所以只好讲文法错误 我还以为是口译哥觉得自己英文好 不是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看的 把他所有的英文文法错误 整理出来什么的 他是丢软体 对 所以你想要去攻击别人还这么懒 就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觉得够了 那如果真的要比英文文法错误的话 你知不知道蔡英文公布的 那个英文文法错误一大堆 也是一样啊 那你们怎么又觉得无所谓呢 所以民进党现在没在管你的 我昨天晚上看到最大的奇观就是 他们现在不是在公告黄安说 他们的论文这个是资策会这个 你盗用国家资源什么东西 对啊 欸奇怪 你们一个月前不是才在帮林志坚 护卫这件事吗 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欸 我一个月前看到同一批人在骂这件事 一个月后看到同一批人在护航这件事 到底是怎样 哪一个是对的 你们这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真的是佩服这些人 赚钱真的很辛苦 不是嘛而且这样子顺着这个 兵哥讲的 翁达瑞不是也是吗 翁达瑞不是也说这个什么 星星那提学论会 他说那个什么学论会 那个是个人的信函啊 我跟你讲 那可是台大学论会出来的东西 你还不是说不认 不是罗智政那个扯到哪里 对还有罗智政 罗智政他扯到 人家明明整篇文章是这样 他直接中间一小段 就说这个星星那提学论会里头 根本没有讲什么什么东西 他没有说你那个自我抄袭 他根本没有去查证 可是你如果单看那一段 因为他没有主词 你会认为是这样 你如果把上中下全部加起来 人家讲得很清楚 就是关于自我抄袭的部分 人家查证过了 那罗智政是真的不懂英文吗 我不相信罗智政不懂英文 罗智政血历并不低 UCLA的博信 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他们就是管你的 我就是把你一篇文章 把你切开来 我当做上下段没有 我就这样故意跟你讲 那反正绿营的受众 大部分不会去看原文的 对 所以呢我这样讲 这些受众就会被你唬住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嘛 所以罗智政就是标准的不要脸 就是非常明显的不要脸啊 那你为什么不把整篇文章 他还 他居然还拿这个说是高宏安翻译错误 结果还被人家英文老师打脸 说你才翻译错误 你到底看不看得懂 所以我就觉得 绿营为了攻这个东西 包括赵伟祥 包括罗智政 一个一个都跳上这个十字列车 那我希望看到更多人跳下去 因为 这一次可以让年轻人彻底看清 民进党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好了我最后很挣扎 你知道只剩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但我很快还是问一下 严正生教授啊 就是 这个消息是21号 俄罗斯总统普丁 发表了全国演说 他宣布在俄罗斯要进行部分的动员 因为我们知道俄乌战打了210天 那目前的这个局部动员令 他已经签署 他说这个部分动员呢 是目前有预备役的公民 首先在武装力量 扶过役的公民 以及具有军事专业相关经验的 才会被征召入伍 那包括了这个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他也说普丁愿意结束战争 所以我这样问了 要结束俄乌战了 很难喔 就第一个你占领地区 顿巴士地方还要搞公投 想要搞独立 对不对 第二个你普丁也会觉得说 我现在到了快要到冬天了 我这个瓦斯的这些方面 天然气方面 会有更多的这个更强的一个武器 我为什么要让步 所以他现在也做 就是他是释放出说他愿意结束战争 可是你看他的手上的牌 反而比以前要多一点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 那他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用意是什么 就是说至少就是他也觉得说 我也很懒得缠斗下去 但是请你乌克兰接受目前的事实 问题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七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七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囉